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年月绝对是一个黑科技涌现的时代 咱们说年轻人讲究一个裤 讲究一个炫 那你看我现在演播室里有这么一套系统 咱们说把这东西带到大街上 那回头率绝对特别高 带着一个VR的眼镜 AR的眼镜就满街跑 其实要说到VR AR你还算是多多少少 说到一定点子上了 咱们讲现在无论是AR还是VR 一个这个是虚拟现实 一个是增强现实的东西 现在确实很流行 但是我说呢 我拿的这可不是AR和VR的眼镜 这是什么呢 这是MR 这MR跟VR AR有什么区别呢 它到底裤到底炫在哪里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哇小泽 嗨您好 你们这是在工作吗 现在 对 哇你们的工作室 太奇怪了 怎么有电脑也没有 训练线也没有 然后你们是搞建筑的 人数据都没有 你们是在工作吗 对 我们所有的军品都在这里 对也没有里啊 那我现在能卖一下吗 当然可以 这是的 对然后收缩后面的尺寸 让它足够承载你的 那现在这个项目在哪呢 看看 看桌子上 有一个非常小的点 看到了 哦 好小啊 对 很小啊 对 然后呢 然后我现在把它放大 看一下 哇 哇好漂亮啊 像城堡一样 这好像不是我们中国的建筑啊 对 这是中国第六次代表大会的 在俄司的一个会计 公司承建的 这个项目本身呀 它是在俄罗斯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它带到办公室里 通过这个MR眼镜来进行交流 来看它当时的修复情况 以及它修复完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些非图纸范围内的 我们都是这样沟通的 嗯 这样就感觉好像很直观啊 对 另外就是好像咱们的一个工作方式也变了 对对对 这个房间属于中简一局混合现实研究实验室 研究者们的研究工具 就是头上戴着的这些酷酷的超大眼镜 他们将它称之为MR眼镜 那么这种眼镜怎么操作呢 你看它一共放两个手势 您现在把手放在眼前 然后点击模型轻轻地一按 这个相当于鼠标的确定键 我们就激活了这个模型的菜单功能 那么现在我要把它转到我们眼前来 我们就点击模型脱转 哎 它就过来了吧 是不是 一戴上眼镜 原本空无一物的桌子上就凭空出现了这座漂亮的建筑 只要手指在空中挥动 就像我们在空中操控智能手机一样 这个虚拟建筑就可以被放大缩小 或者被任意调整 那我放在地面上呢 OK 仍然是清点空气 建筑模型被拖放到了地上 太好玩了 这个真是太神奇了 这个就是叫做混合现实技术 混合现实技术 对 混合现实 就是把虚拟的东西混合融入到现实世界中 英文简称是MR 同样都是要戴着酷酷的眼镜 MR技术和现在大家熟悉的VR和AR技术 是有所不同的 这个VR我们把它叫做Virtual Reality 就叫做虚拟现实 那它那个技术的关键就是说 它需要让一个头盔式的显示器这样的 完全覆盖你的视野 通过这样的手段呢 就把你和真实世界完全隔离开来 让你完全平静在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里 那AR呢 我们把它叫做增强现实 那从这种问题能想到 基本上是说我能看到到你这个世界 那么通过在这道路世界里呢 我通过一些自动机的手段和显示手段呢 来叠加一些虚拟的信息出来 比如说我看到您 我希望能够 如果叠加个信息说 您叫什么名字 大概我什么时候碰到过您 那么刚才讲到了增强现实 增强现实说我们在真实世界中 想叠加一些虚拟信息 那么MR呢实际上是我们叫做混合现实 那么可以想到就是说 我在一个现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因为我可以看到一个虚拟的一个应用 或者一个窗口用 就跌压在我旁边这个玻璃上 因为不管我从哪边去看 再回头看这个东西 它就像是花儿一样挂在这里的 因为我希望有一个虚拟的宠物 它就在地上跑着 它和真实世界是很结合在一起的 你看不出这个太大差别了 它就像在真实世界中存在的一个东西一样 简单地说 VR技术是完全虚拟 AR技术是增强现实 MR技术则是虚拟和现实融合 我们可以和眼镜里的事物完全实现互动 那么研究者是怎么把虚拟的东西 混合到现实中的呢 那所以我们给我很多的技术和芯片 和那个传感器来帮助我的眼镜 告诉我我现在在什么位置上 我在看哪儿 我的头的位置是什么 有的这些技术围上的一起 我才能把我要显示的内容 和真实世界真正无分的完美的结合到一起的 别看只是一副眼镜 神奇眼镜 颠覆建筑设计 现实混合虚拟 弹直一挥间 想象世界 就在眼前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MR建筑 看 这张桌子上放了一张推土机的海报 利用MR技术 我们看到 一辆推土机像玩具模型一样 立体呈现出来 真的做到了 悦然纸上 它可以被放大 也可以被放到任意地方 不仅可以看到 型号外观 还可以让它动起来 甚至 还可以坐进去 既然是黑科技 这么高大商的东西 我肯定得先体验一把 这次咱们就来感知一下 在我眼前 现在出现的是一个非常立体的画面 这个建筑感觉 就像是一个大公司 或者大厂房一样 你比如说 我可以把它缩小 然后可以让它变大 来 大 大 大 改天换地 来吧 转吧 转吧 开始 转 转 转呢 但是我们说呢 在我们国家这个技术 虽然刚刚起步 但是呢 它并不是停留在实验室的阶段 而是呢 已经有了应用 比如说呢 中国建筑业的年轻人 就开始已经利用它们了 MR技术在中国刚刚起步 但现在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概念阶段 中国建筑行业的年轻人们 已经开始了实际应用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 这块巨大的空地上 将建起一栋百年建筑 招军博物馆 由于这栋建筑独特的设计需求 设计师们决定 首次启用最先进的MR技术 那么MR技术是如何帮助设计师们 完成复杂的设计和施工任务的呢 相当于是两个金字塔 我们号称为这两个金字塔削了个尖 我问过设计师 他的理念是什么 他就说我让世人的感觉 那么是有一个用历史悠久的 一种夯土的感觉 对积起来的 招军具有2000年的历史了 所以呢 他想跟2000年有一个呼应的一个对接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是有左右两个塔 那么实行了一个盒子 就等于是招军出散 匈奴和亲 招军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位女性人物 早在多年前 当地的招军轻重 就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 为了让新的建筑 和现有建筑群的风格完美融合 建筑师们几亿起稿 设计过程艰苦一差 以前的建筑设计必须依赖图纸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擅长三维空间的想象 如果方案确定需要不同城市的好几个人同时进行 那么含研用传统的工作方式 已经百害无一利 它是一个我一级风景区的一个设计 其实又是作为未来我们明年 那么我成立七十多年的一个县礼工程 那么从设计到施工的全过程 对我们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 第二点呢 它工期非常紧 从今年开工到明年头的使用 只有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对于我们来说 没有任何犯错误的机会 我们通过这个眼镜呢 带出眼镜之后呢 就能够让所有这种误差在设计局内能够消除 利用MR技术 建筑设计方案的前期沟通 将大大压缩时间提高进度 昭君博物馆的建造理念 是新而不新 旧而不旧 新老建筑体要和谐呼应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MR技术 就可以所见即所得 即使是像我们这样的外行 戴上MR眼镜 昭君博物馆 我们也可以看待 真真切切 就算去到室外 我们也可以一比一看到 建筑和周围环境的关系 它和周边设施是否配套 它对周围道路和交通设施 有无影响等等 我们就像站在路边 观看一栋现实世界里的建筑 MR眼镜里的设计作品 昭君博物馆 将要在昭君轻种旁实地建造起来 但是从设计到施工 中间有一段更艰苦的过程 还需要跨越 这个工程特殊性 它是属于异性结构 所谓的异性结构 因为它是产生一个追星体 追星体的话 它是需要往上错 一层一层往上错的 那么它所有的断面都是 都是变形断面 无论每个点每个面 它都是唯一性 我们实现真正给它起个名字 叫唯一的一个工程 它想象中的 那么我们要把它给做成 现实 钢筋的直径 弯曲的角度 模板的支撑 可能都存在这一部分的 那个详细的一个深化设计 什么是深化设计呢 深化设计呢 其实简单的说 它是一个对设计阶段 和适用阶段 介于它之间的一个 乘上旗下的一个环境 就是要在正式的 适用之前 那么解决到有可能 在设计图纸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 那么让 并且把我这个 适用建造的一些方法 能用进去 从设计的图形 到建造出实体 中间每一个环节 都不能马虎 现在 项目主体结构 已经完成 即将封定 施工队在 钊军博物馆 连接体部分的 施工过程中 碰到了一个 深化设计问题 实际上的 就是现在我们 就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我们就是 竹缸之间的连接 可能现在还存在 一个问题 它现在都是角连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 想让这个设计 变成更立体化 还有一个 就是我新管跟老管 有一个交替 相舞相成的感觉 一个就等于说是 就等于有一个 互相 呼应的那种感觉 所以为什么采用 这种竹缸呢 而且它的效果 就是 它的效果整个的话 跟我的外里面的效果 是相对应的 相匹配的 对 所以我们进行 接下来的深化 也都采用这种材质 然后这种类型 行 谢谢 非常感谢 要修改的部分 是连接体上的悬条 经过三次方案的调整 灵桥 且更具立体感的悬条设计 获得了最终认可 不仅是外观设计 MR眼镜 最妙之处 是能够让人 身临其境 来 让我们傻傻地 在工地上走一圈 外人不明白 我们在干什么 可我们实际上 已经身处未来的 雄似建筑之中 混合现实技术 不仅可以让设计师 开放更多可能性 去大胆设想 未来建筑 而且在施工发案调整时 可以更直观 进行交互沟通 甚至还可以远程合作 比如在原本 要开门的地方 有植粮 面对着同一个 可以看到的问题 大家可以现场讨论 并实时解决 对建筑业的引领和变革 MR技术 不仅体现在 建筑周期的前段中段 它对人们居住空间的设想 也提供了无限可能 这是咱们面前的四号楼 它未来的功能 主要是小微办公企业和Lof的 针对于Lof的 和小微办公企业的建立特点 我们中间一级 首次将MR技术 引领到建筑领域 好 那咱去现场 好 进入现场 等候多时的小王 给我们戴上眼镜 此时 我们完全沉浸在一个 装修漂亮的房间里 时尚的壁纸 明亮的餐厅 整派的卫浴 天然墓地板 设计好的室内装修 完全融入毛皮房中 这时我们可以把家具 进行随时调整 随意摆放 随意改变款式和颜色 所有设计效果 在弹纸一挥间 就可以解决 这种体验感受 快速搭建了设计师 与业主之间的 沟通桥梁 为什么眼镜里 看到的虚拟世界 和现实世界 可以融合得如此精准呢 其实在这之前 研究者对房间 进行过 三维全景扫描 扫描后的空间 可以帮助建立 虚拟空间的 基础模型 这样在以后的 信息交互运用中 就会身临其境 效果贴合完美 还有一个设备 叫放线机器人 在毛皮房阶段 它也会出现 猜猜 它的工作和MR眼镜 有什么关系呢 每一个建筑作品 在设计师心中 就是一个孩子 从出行到诞生 孩子大了 也得管 在房屋交付使用后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现在MR技术 也可以打现身手 您好 我是一个公司的 您帮收了是吗 我这个插座有点不好使 让您帮我查一下吧 行好的 那我们用这个 您先帮忙试试 我们要找到机 机电电线的总和 您稍等 在这个位置 您看 在这里 通过它的管线 来找您 您可以跟着我视线 通过它的管线 来找您 每一个屋子的电路 都在哪里 还可以这样 对 还可以 还有二楼的 包括您回头 现在整个屋子的电路管线 就是都在您的事情 方圆内 还记得刚才我们的 放线机器人吗 它已经把各种 预埋墙皮下的管线位置 全部精确定位了 所以现在通过MR眼镜 我们可以看到 这套房屋内 所有墙皮下的隐藏信息 您看 就是现在这个房间里 可能什么你都看不到 再上来 拿眼镜 你就可以看到 它内里的机电管线 都是什么样子的 业织以后 如果我想 现在的装修 我不喜欢 我想换的话 那么我直接 当这个眼镜 我直接 暗藏到水管 电线 哪哪都知道 我不应该去 随便敲随便走 我直接就可以 就是装到 我想要的样子 几乎了很多时间 跟效率 还有成本 所有管线隐藏的 位置信息 材料信息 适用寿命等 都提前采集 放入MR系统里 适用时调出来 一用便可 这样就可以实现 对建筑的 全生命周期的 管理和维护 我感觉太神奇了 因为像咱们 这种地方的话 这种科技 我自我认知以来 是咱们这个第一项 而且这个给我 这个这次维修 维修的时间 大大缩短了 更方便了 我的生活 这个以后 我要说装修什么的话 我想想 也可以不找物件 有这个设备就可以了 先把这个东西 先这个图纸 省好之后 然后再给物业 就我们之间的沟通 也就更大 这个更简洁 更方便了 我们设计房屋的 工作方式 已经发生变革 不受时空限制 大家面对同一个问题 可以更为快速 有效直观的沟通 大大节约工期 不仅是建筑项目 实施前期中期 还是后期 MR技术的介入 把虚拟和现实 混合起来 重新打开了 我们的世界 让你把这个技术 接到一起 让你生活 变得非常的过敏 那对顺势而言 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用的工具 扩展了大家的生活 原来你很多人 觉得不可能会 无法做到的事情 现在变得更容易做到了 沟通工期眼镜 在今天来说 就有点类似于 像我们的智能手机 跟我们的一个 当年的巴格拉 这种区别 原来都是一些 凭经验手的管理 但是让一个新人来 他很难去 一下子就知道 这块该怎么干活 但是但是远近 我们能够在这里 得到很多有效的信息 这是应该说 比较天赋性的一个革命 那么从上个世纪 60年代开始 VR技术 也就是虚拟现实 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后 现在AR也好 VR也好 MR也好 已经开始出现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那么我们说 现实反馈到大脑当中 会给我们大脑带来 什么样的变革呢 这场变革可能不仅仅 是一种全新的趣味的体验 它有可能都会改变 我们本身的一些思维方式 进而会影响到 我们的文学创作 我们的工业设计 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技变化 甚至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它真的可以改变 我们的生活方式 在现实空间里 看到物体的全新影响 我们可以与虚拟世界互动 MR技术不仅应用在建筑领域 它还延伸到教育 设计 医学 天文和游戏开发等领域 任务不仅可以实时互动 未来还可以远程互动 就像天边的朋友 就在身边 实验室里 他们是一群琢磨石头的人 农田边 他们是想办法 从地下石头里炼油的人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 石头里炸油 我看你消灯它是门的 士领域 瘾 音乐 我看你需要 女生的